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观看莫森眼镜限定新品发布活动 那今天呢我是主持人大佐 今天我们将跟我们的莫森品牌代言人一起 为大家来揭幕我们全新的产品设计和我们的系列 一起呢为大家带来更具突破的潮流新世界 接下时间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莫森眼镜的品牌代言人肖战 有请 哈喽哈喽哈喽 欢迎欢迎欢迎 你好 来我们先请张俊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来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莫森眼镜品牌代言人肖战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 小战一出来就带了一个很好看的莫森眼镜 相信很多人也想盖评款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移步到我们的讲台 看看今天我们有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好不好 有点 来有请 好 好 那其实呢我们本次的一个限定新品的一个发布活动的主题啊 叫做境界双生多面多变 那莫森呢之前一直是以直面每一面作为品牌的一个主张 所以这样对这一次的主题 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莫森一直是鼓励让年轻人勇于去尝试不同的风格 所以我想是在这样的基础上 他们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吧 是 品牌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那这次主题的概念呢是从logo的一个全新设计上延伸而来的 由这种镜像的方式来表现出更多面的一个品牌态度 所以这一次呢也是一个新主题的发布 那就是多面多变 没错 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限定的新品也是在细节上面 做了很多独特的设计 是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眼前摆放的 就是我们这一次限定发布的一个新品系列啊 我刚刚看了一下 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的精致 而且呢镜像双声的一个新造型也体现了产品上非常的有设计感 而且这一次是限定 有没有看到我们变成了一个金标的一个搭配 没错 而且这一次这个金标的设计很不一样啊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这一次这个进腿的立体感在供应上跟结构上都是非常非常靠足的 而且其实你今天戴的也是一个新logo的眼镜也是双声系列的新品 没错 这一款呢就叫新陈镜 新陈镜 我发现战略是特别适合这种文艺范儿的东西啊 非常适合你的气质 其实还行 这个系列的光学镜呢戴起来很轻 而且耳朵没有什么压迫感 对 我刚刚把这个拿起来了 这个系列的光学镜 其实它的镜腿啊 是采用了一个钛的材质 这个材质呢比普通的金属呢更加的轻盈 你看啊非常非常有弹力 哇 就这样弹它都不会换 而且它也不容易变形 嗯 其实我们面前摆着两个眼睛嘛 然后又是新品 我也想试戴一下 有没有能给我选哪一款 那就这款吧 这款 嗯 我们试一下啊 这款叫那个心芒镜 对 心芒镜的这个镜框呢 其实是说实话 我脸不小 但是能够买修饰我的脸型呢 大家在日常选眼镜上啊 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有些纠结嘛 所以就来问一下 平时在出席 比如说活动啊 或者一些日常的穿搭啊 有没有什么样一些选镜的秘诀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其实关于选眼镜的秘诀也没有 嗯 就是考虑一下 每天去的场景 去哪儿 对 戴什么眼镜 嗯 没错 不同的场景 适合不一样的眼镜 嗯 比如说这一款吧 这款oversize的这一款潮流大框呢 戴上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了 那戴上给我们看看 行 来 感受一下 另一个不一样的小贾 立刻就不一样了 我跟大家讲的 这款叫做越眼镜 对吧 这款确实很帅 而且这个大小框 佩戴上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刚刚戴的这款是新芒镜 所以戴上去立马就有一种汇入潮流圈的感觉 那么我们莫森这个品牌呢 除了不同的大小的一个金箱之外 在材质上也是选择非常非常丰富的 没错 那有很多不同风格的产品呢 去选择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还准备到了一些新款 来给大家来进行搭配 所以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要请战然跟我一起移步到我们的莫森工作台 来 我们一起来 好 我们现在呢 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些 就是已经拆解的一些零部件 其实包括一些我们镜片啊 等配件 那现在呢 我们既然到这边来了 就要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跟互动一下了 其实从穿搭上来说 太阳镜呢 也逐渐从防晒的刚需的一个产品 变成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穿搭的配饰 没错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 把眼镜其实当做了一个配饰 对 那这样子你平时日常的时候 会挑选就哪一种风格的墨镜作为搭配 其实我的话 嗯 什么样的风格我都愿意去尝试 嗯 其实我更注意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设计 细节上 对 那我们这次呢 双生系列的新品呢 也带来了一款非常造型感很强的太阳镜 这个怎么样喜欢吗 看起来很百搭 而且你看它那个镜腿啊 是黑色的一个镜腿 然后呢 是金色的一个logo的一个配饰 所以质感是满满 并且呢 也是酷感十足的 而且这是我们的限定色 嗯 黑金搭配 要不要试试 可以 试试看吧 试试看 其实这款除了更好的搭配造型之外呢 我们还配了一个高清的偏光镜片 就可以更好的阻挡紫外线 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 嗯 没错 也很适合开车的朋友佩戴 那阳光不是很足的时候呢 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一些 比如说这种彩色的浅片来搭配 有一些黄色的镜片啊 它会很好的出片 也会给整个的气质啊 跟风格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配饰 嗯 没错 嗯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其实很多年轻人啊 说实话 就经常熬夜嘛 然后就会出现黑眼圈 有的时候大家也会佩戴一些黑框的眼镜 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修饰 对对对对 有时候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可以用镜框来修饰一下 就当做化妆的时候没化妆的时候素颜神器是吧 对对对 而且一些深色的服装啊 然后粗黑的胶框呢 其实反倒成了最百搭的一个款式 然后我还听说现在因为这个喜欢的人很多 所以大家呢都亲切的把它叫做莫森的素颜神器 那除了我们黑框素颜镜之外呢 莫森还有腮红镜 它就是把这个颜色啊 加在了我们镜片的下方 这个浅浅的透粉色呢就像是把腮红打在脸上一样 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修饰提亮我们的气色 很厉害了 而且呢莫森的设计跟考量呢真的是很前面的 那其实不光如此 有时候呢一些比如说服装上也非常的适合搭配眼镜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西装的类型 那颜色较浅的呢 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金属相加的眼镜 就很斯文也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 没错而且现在眼镜呢也越来越可以给我们的造型去加分 对变成一个配饰的感觉 没错 所以大家其实也在慢慢的接受就是一人多镜的一个潮流趋势 那么从应用上来说呢 像日常用电子产品啊或者看剧本啊 这类时间就是会用眼用的比较多嘛 我们就会选择一种重量比较轻的一些框架眼镜 来搭配防蓝光的镜片用于眼睛的保护 那拿这个来说其实它戴上很轻盈 然后佩戴也很舒适 整个的感觉呢就像是眉弹那种感觉一样 就非常的不一样 对确实很不错啊 而且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视力的防护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光学镜呢就特别的重要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地保护一下我们眼睛了 因为接下来环节呢就要来针对一下用眼护眼 我们来讨论一下来聊一聊 现在很多年轻人忽略的一个眼部的问题 以及护眼的一个重要性 好吧 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一步到这边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长期用眼嘛 有的时候长期用眼的一些坏习惯 其实会对眼部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 比如说近视啊或者更严重的眼部疾病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要去面对的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要请站站我们一起来猜猜看 哪些是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用眼的一个问题 好不好 OK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 其实日常呢 比如说在使用电子产品啊 或者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 一些有害的蓝光 就会对眼睛呢是有危害的 你知道具体有哪些危害吗 危害啊 啊眼睛疲劳然后睡不着 眼睛疲劳睡不着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揭晓一下 看看你说的对不对好不好 好 来第一个是 眼底病变 眼底病变 这个看着就挺吓人的 挺严重的 这已经蛮严重的了 对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会造成的是 是 是疲劳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是疲劳 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眼部用眼感觉比较疲劳 嗯 有些会有那种胀胀的那种感觉 很酸有时候 对 好 第三个就是 睡眠障碍 有时候会这样吗 就失眠吗 睡不好 对睡不着 会造成一些失眠的情况 嗯 嗯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眼 嗯 所以其实有害的蓝光会有很多的伤害 大家要注意用眼 像我们平时 比如说你拍戏啊 我们主持啊 经常有时候会需要熬夜 所以战校座有类似的情况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百分比十 百分之八九十 百分之八九十吧 对 对 那其实熬夜对我们的眼睛呢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那其实呢 我们也希望就战校平时要多做眼部的一个防护哈 嗯 比如说你拍戏拍久了 要适当的休息一下 多看在远处 这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没错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就大家不要熬夜 对 你觉得熬夜对眼睛会有哪些伤害 熬夜对你眼睛有哪些伤害 就是可能会眼睛干涩 干涩 然后酸胀 嗯 嗯 红血丝 哦 肯定会有 就是会有的 嗯 对 那我们来看看熬夜对眼睛的伤害都有哪些 我们一个一个来揭晓一下 OK 我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眼疲劳 感觉很累 很累 嗯 再来看第二个 角膜炎 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就是红血丝嘛 角膜炎其实是有炎症的 炎症 要涂那种炎药膏 对 对 然后第三个 结膜炎 感觉他们俩 这俩有什么不一样 感觉他们俩是亲戚 但还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角膜 一个是结膜 还是不太一样 第四个 肝炎症 其实我有这个症状 肝炎症吗 嗯 经常要点一些那种 点药水 点药水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熬夜对眼睛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嗯 我所以希望大家呢 在这个平时呢 一定要多多的就注意休息 没错 但咱们的熬夜其实有什么 没办法 好 那刚刚呢 看到的是熬夜 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紫外线的了解是什么 我们是听很多的 就是眼科的医生说过 就比如说 什么摆内障啊 眼底动电啊 都是由紫外线来造成的 那我们 请战家也跟我们来说一下 你觉得紫外线 对于眼睛可能会哪个伤 这个 我估计也是什么炎症啊 嗯 或者是 之类的 拍戏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 在户外拍戏 紫外线就是 阳光特别强的时候 睁不开眼睛 对 拍古装也没法戴墨镜 没有办法 然后平时其实 像我们今天这种 在棚里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的灯啊 强光啊 照着对眼睛都会有一些伤害 你刚刚讲了 比如说对眼睛 有哪些症状 你觉得会发生 像我的话 可能会流眼泪 流眼泪 嗯 这个情况是挺常见的 对 我们来看看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 都有哪些 第一个 眼角膜和结膜的一个损害 这听起来就挺害怕的 这跟刚刚那两个亲戚很像 对 第二个 引发白内障 这个就很严重了 这个就是很多可能 比如说到了中老年的时候 累积了一些东西 就会直接把这些问题都激化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紫外线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是 视网磨病 视网磨病 最后一个 眼周皮肤老化 因为大家其实买护肤品有没有发现 就是大家会特意买一样东西 没有什么鼻霜 没有什么 但是有眼霜 眼霜 因为眼周的这个皮肤是特别容易衰老的 所以戴上个眼镜 你觉得就可以解决问题 是 对 是 是吧 要可以佩戴一下我们的太阳镜 没错 有的时候非常的有必要 对 非常有必要 好的 那其实太阳镜的镜片呢 比如说 对透光度啊 或者是阻隔率啊 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 当然除了深色镜片之外啊 现在比如说流行的浅色镜片 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作用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 我觉得大家更加的喜欢佩戴这种浅色的眼镜 浅色的眼镜的话 看得比较清楚 而且造型感也很强 对的 因为浅色片现在是潮流趋势吗 那么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款之外呢 我莫森其实有着很多不同的搭配的太阳镜 那现在呢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比如说对于造型啊 对于出片来说 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那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莫森的镜片呢 不是特别特别了解 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你觉得 莫森的镜片 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 我觉得应该是防紫外线 刚刚说到的对吧 然后有清晰度 清晰度 然后轻薄 因为有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戴镜片很好 但有时候看不清 或者看着世界都是那种黑黑的那种感觉 太太不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莫森镜片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 第一个优点 你刚刚讲的清晰度 清晰度 增透性能 看得更清晰 显得更自然 没错 第二点 这个咱们都没想到防水 防水 它在雨天的时候也能够预付自如 因为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咱们眼镜会有一些那种露水 或者是雨水 擦不干净 对 它可能会自动滑下去 来 再来看一下第三点 好实用 防尘 持久清晰 不沾油污 易清洁 这个很重要 有时候擦眼镜的时候 你真的越擦越擦不干净 越脏 对 而且你不是随手身边就会戴个眼镜柱的 是 随便拿个纸擦 可能会对眼镜那个镜片伤害比较大 来 第四个 防磨耐氧化 硬度更高 用的更久 省钱了 就不容易碎 对 好多 第五个 你刚刚有提到过 防紫外线 对 过滤紫外线 过滤紫外 护眼必备 还有一个 已经有这么多优点 还有一个 来 防蓝光 防蓝光能够过滤有害蓝光呵护眼镜 所以其实如果你选择了陌生的镜片的话 就这么多优点 对眼睛又很好 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 我们用的时间又很久 并且生活中使用的话呢 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没错 所以就毋庸置疑一定要选择我们的 希望这一次静界双生多面多变的主题 能够带领大家去尝试和体验不同的面带给大家的一些改变 没错 而且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 分享我的心得 是的 今天要特别的感谢 赞赞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品牌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经验的产品 多面多变的双生系列限定款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也希望这一次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能够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眼镜 启发大家呢 去更多的尝试 以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那这次Tone呢 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更有趣的互动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 再次的感谢赞金的到来 谢谢 希望大家都能选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眼睛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大家先不要急着走开